有趣的话题想跟大家讨论一下 咱们都知道山西人特别会挣钱 那么山西人挣了钱之后把钱会放在哪里呢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然后我先问问各位 在座的四位嘉宾都是四位男士 我们知道这男士 你们在家里是管钱的吗 不是 不是管钱 那你们一定有私房钱 对吧 来我问问四位 你们把如果你不管钱一定是私房钱嘛 所以我先提条件就是这个 如果你们私房钱会放在哪里呢 我们给你四个选择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私房钱藏在哪里最安全 影视作品中有人把钱藏在鸡窝里 有人把钱藏在家具里 有人把钱藏在书底下 喂 我的钱不见了 你把钱放在抽屉里 不是摆明了送红包给小偷吗 还有人把钱藏在床底下 没人藏 解密 进商 潜规则 藏钱地点 大揭秘 你认为私房钱藏在哪里最安全 如果你要藏的话 藏在哪里最安全 如果让我 这四个来选 我觉得树底下好像比较安全 这四个呢 其实藏哪都行 对我来说 哪方便 我就藏哪 这四个实际上它的安全度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对于我来说呢 我哪方便 我哪顺手 就藏哪了 你哪顺手啊 如果要是最方便就床底去吗 你就放床底去吧 就就肯定是 但是私房钱藏哪最方便 最安全 你藏你老婆的一个钱包里最方便 你要跟他随便要的时候 他就给你 没有障碍 这就行 你怎么确认他会给你 你真会说话 你真会说话 你太太一定是看 这就是我的本事 你太太一定在看这期节目呢 来 你们两位藏哪 我赞同郭总的意见 随机应变 因人而异 美人情况不一样 我几乎不藏 不藏钱 但是各位男人你说的 什么时候也都有自己的点小 请个朋友干什么的 对呀 那自己弄开一个厨子就完了 发现就发现了 尤其不是负担 要不老婆都给算去没了 你的那个钱放在存折里 刚才不小心露出来 有钱的话 干脆就放自己立个存折 老婆发现也就发现了 来 徐老师藏哪 我过去藏过 哪都藏过 但是呢 道高一尺 磨高一丈 老被发现 对 总是被发现 所以现在所幸不藏 不藏就是藏 再说也没有 被盘剥的也没什么私房钱了 那实际上 山西富商是把钱藏在哪里呢 你们都知道吗 对 藏在地窖里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白云帝国里面 山西的这个地窖 它叫窖藏 少东家把藏于地窖中的大批银钉取出 准备离开 地窖藏银是旧石晋商的传统